歡迎收看我不可能拿鐵頻道 今天要分享新手重啟的更新改版情報 好的 在我們4月26號早上7點到早上9點 有一個不停服的維修 這次更新了什麼內容呢 來跟大家快速分享一下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新的星火慶典 星火慶典的話是新的一個活動 這邊可以把它打開來 這邊有些免費活動可以拿到一些物品跟一些獎勵 像這邊有星火慶典簽到 每天簽到的話我會拿到這些東西 然後這些東西是幹嘛的呢 主要星火轉蛋幣是新的 它可以拿來轉新的服裝跟新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個金券 它是貨幣可以拿來兌換東西 然後星火初級的這邊有一隻怪要打 然後可以組隊 一天打一次的話會拿到70張的星火金券 然後打這隻怪的話很簡單 反正就是4個人一起打嘛 瞬間就會把它解決掉了 然後畫面在這邊 可以看到解決以後就可以拿到這個金券 再來呢清典禮袋呢 建議大家可以先買這幾個禮包 然後你只要消耗元金就可以了 它有星火入門禮包 58轉 我這邊買給大家看 它看起來是限購的話 應該就是只能買一次 活動中只能買一次 然後買起來的話呢 都很好 有幫助 其他金盒的部分要課金 這邊就不介紹了 清典轉蛋的部分呢 可以拿到這個代幣來轉 據說中獎機率沒有很高 我們來看一下吧 中獎機率的話 0.425 0.150 0.425 0.425 都非常的低 就是好看的衣服呢 中獎機率都不到1% 所以這個就看個人 想課就課啊 因為基本上我看應該是非常難抽到 因為連1%都不到的東西的話 通常就是要狂抽啊 可能要花幾千塊台幣吧 才抽得到 如果運氣好的話 可能或許你花一點小錢就抽到了 這難講 再來這個妮雅情報 妮雅情報的話 我剛剛稍微把它解完了 莊嚴家具任務的部分呢 就做一個家具 就可以完成這個任務了 對打如流就是 日程裡面有個休閒嘛 然後就回答10個問題 再來打把挑戰的話呢 去度假河谷的避難所 那邊有一個把可以打 打完後呢 也可以完成這個獎勵 再來自其自育的話呢 要到 拉貢雪山的上面 那邊有一個冰河 那邊解任務 那邊解任務要小心是因為 現在拉貢雪山是所有地圖裡面 最不友善的地圖啊 除非你可能會 就是會有很寒冷值的問題啊 再來就是還會一些 吃到寒霜之類的 所以你們去那邊 要小心 要打到怪物的一個物品 你才要幫我拿到東西 然後開箱子 採集 跟打怪 解完這個任務後呢 就一樣可以拿到這個金券 OK 再來我們這邊下面呢 可以看到他每天有積分嘛 應該說每天解完後呢 你最後應該可以拿到 高級寵物全兆券券 然後最重要是這個代幣 這個星火轉蛋幣呢 就是剛剛上面這個東西 然後這邊我就領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還有一個安全調查 還沒解 因為這是晚上的任務 現在我是白天拍片 所以還沒有解 好我們現在拿到這個代幣了 現在可以抽抽看 10抽的話是10個 並不會多一抽 所以呢 你就一抽抽抽也是可以啊 反正中獎機率是一樣的 這邊獎勵的部分主要就是服裝 兩服裝開給大家看有點怪 長得有點怪 好然後可以看到這邊有 UR 通常會講SSR 它是寫UR 好 再來就是SSR轉蛋 這裡來可以拿到升級密鑰 就是變成金色的晶片 然後呢 稀有戰甲的主件 下面就是一些生戰甲的東西啊 跟晶片跟寵物的東西 然後還有 券 好我們就來抽抽看吧 一抽 你抽到什麼 我相信應該是 對 不意外的話馬上就出意外了 通常應該是不會抽到太好的東西啊 好 都是普通的東西 你拿到抽到大獎 可能真的要砸現金了 或者是你有天生歐氣 你可以抽到衣服 也留言給我 然後記得解圖啊 然後放到微不必粉專 讓我看一下說你們怎麼抽到的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邊 就是解任務嘛 每天任務是有固定的任務要解啊 總共5個任務 再來我們這邊有個慶典UP 這邊點開來後呢 會到這裡 這裡就是我們平常日程呢 必做的任務這裡 只要你解完後呢 就會拿到 這個獎勵 新的獎勵 原本是沒有的 然後是只有這個兩個活動 目前看起來是有 物資籌備跟清朝區域 解完後呢 都會在信箱裡面會有 等一下會給大家看 接下來是 是信箱空頭 信箱空頭的話還沒開始 它是5月10號才開始 要等14天 然後14天後呢 會不會開放50級呢 不確定 因為目前沒開放50級 在我們4月26號一樣沒開放 大家一樣是鎖49級 所以玩家呢 抱怨聲連連啊 我個人是蠻希望開心地圖 因為這個地圖會玩膩 然後再來就是希望50等的武器啊 裝備可以練起來之類的 好這邊可以大家看一下 那有些玩家等級還沒練起來呢 可以趁這波呢 趕快衝一下 在商店這裡呢 剛剛說的金券呢 就是來這邊兌換東西的 它可以兌換的 就是有聊天氣泡框啊 極地冰塵 這些東西我覺得算比較實用啊 料理的部分我覺得還好 看個人要不要換 那其他東西的話呢 就看你的需求啊 反正就是晶片箱嘛 這些基礎的東西 然後可能會累積一點在一起換 好這邊的話是星火慶典 接下來我們來看他 星火慶典的 新的服裝外觀啊 我們按時裝櫃這邊就看得到了 這裡的話呢 上次改版情報沒有介紹到 是因為我沒發現 對 因為之前這個區塊 好像沒那麼多衣服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新的衣服啊 在這裡 好跟他那個頭 好戴起來後呢 就會變這樣子 欸蠻神秘感的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講 有點可怕 兇兇的感覺啊 可能就未來科技吧 然後面無表情 因為這角色就不會笑嘛 好這個就是新的面試 再來時裝的部分呢 新的那一套是這個 這個服裝看起來還好 我覺得沒有這套好看啦 這套比較好看 我喜歡這個 可是這個據說非常難抽 目前遊戲呢 因為目前是停擺中啊 他沒有新的等級和新的地圖啊 所以有些玩家很擔心說 這個遊戲會忽然間就停掉了 這個我也不知道 應該是看狀況應該是還不會吧 所以呢 我目前還不課 先等看他遊戲有沒有什麼發展後呢 再來課 然後所以如果要看新的服裝 穿起來長怎麼樣的話呢 可以到這個頁面來 這邊可以看很多服裝 像我覺得比較好看的新的東西 可能就是實裝的褲裝吧 因為之前其實沒有出 短裙短褲系列 有些玩家看逆常褲了嘛 然後之前只有手處裡有這個 藍色短褲 現在也有這個 我有看到有人去抽啦 相信是沒有抽到大獎 目前好像真的沒看到什麼玩家穿 那個新的實裝 好像都是這個吧 可能就是有抽到 這個比較好抽 其他東西 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話 可以留言給我 可能你們的工會大佬 或者是組隊的時候 有看到玩家穿 目前是沒有看到人家穿這套 然後新的車子據說也不好抽 因為他的中獎機率非常低 好這邊實裝的部分 大家可以自己點進來看 自己搭配看看 看你們喜歡什麼 好商城這邊的話呢 就剛剛講那個帝王蝎啦 這個車子 據說非常非常的難抽 然後新的服裝這邊也有 好再有新的東西就是整龍卡 整龍卡和好友擴充卡 都是這一次更新有的 因為之前一直沒有可以改變造型的卡 然後像我的人物模組一直壞掉 光芳好像也沒什麼修理 反正現在有的時候好有的時候壞 就人物模組會壞掉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遇到的問題 然後這好友擴充卡的話 是增加10個好友上限 然後整龍卡的話是可以重新 更換面容跟髮型 和妝容 就是重新捏臉 然後這邊需要用金殼對不對 可是其實整龍卡呢 有另外一個拿到的方式 大家不要在這邊課 我們等一下跟大家講 在這邊外光商店 簡單看一下 潑江座的造型有了 叫做雷電瓊龍 這個造型看個人啊 其實我覺得造型好像沒有很吸引人 總之就長這樣 或許有些科技玩家喜歡 車子的部分啊 他都是寫集選嘛 然後他的中獎距離 非常的低 0.0524 連1%都不到 所以花下去幾千塊到幾萬塊是有可能的 所以看到有能開那個車車的話呢 應該就是天選之人 不然就是我們課金大佬 好再來 大家上這邊就介紹完畢 好我們到腳椅這邊外觀顆粒啊 這邊可以看到一些新東西啊 然後像這邊 我記得原本好像沒有這些東西吧 印花商店好像有 原本沒有吧 沒有印象 然後如果你們是喜歡蓋架的朋友們 不要錯過這個區塊 你可以用外觀顆粒去購買這些 就是牆壁的圖紙之類的吧 把這個之後再研究 然後整龍卡的話這邊有外觀顆粒可以換 所以剛剛跟大家講 如果你沒有金盒 因為金盒是課金才有啊 然後你如果有外觀顆粒的話呢 可以在這邊換整龍卡 然後整龍卡的話 看個人啊 500的話你就可以重新捏臉 把妝容都可以改 這個我之後應該會重捏吧 因為我那臉好像常常出BUG 然後好友卡的話 這邊目前是沒有看到啊 好剛剛提到的就是信箱的東西呢 我們這邊領給大家看一下 郵件這邊就會有很多 新火初級的活動啊 然後像這個小袋子也是 好我們這邊就i70玩 然後不停不維修的話呢 有補償元金 100 OK 然後其他東西我們可以大概看一下 這邊又有那個代幣了 轉蛋幣 好像這個新火入門禮包 可以拿到超合金為力6個 跟新火轉蛋的幣 這次不錯的是至少還有送幣啦 雖然我知道送獎率很低 可是至少有嘛 有的話就抽抽看 所以你真的歐就中了 不用花台幣 你就拿到衣服了 那就很厲害了 好我們這邊的話可以選 晶片 再來是開這個清典奧克禮袋 隨機打開可以拿到紫色晶片 OK 再來這個就是轉蛋幣 轉蛋幣的話呢就回到這個頁面 喔好 我剛剛兩顆抽完 不然應該可以實抽啊 不過沒關係我們一抽一抽好了 看你們個人 你們看完這一集後呢 大家抽完跟我講一下你們抽到什麼 有沒有抽到大獎呢 有抽到大獎真的要截圖啊 欸抽到金色的 好很好 中獎機率 欸如果真的給我出 我覺得大家會覺得這個活動很佛欸 如果真的中的話 可是我的中獎率 時好時壞 現在這遊戲 因為我沒有課的關係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中獎率到底如何 不過看他自己寫的機率不到1% 大概就會覺得很低了啦 還有幾顆啊 剩一顆 最後一抽 能不能出一個大獎呢 好沒有 好現在目前抽到最大的大獎應該就這個 然後他好像有數量限制 像我剛剛抽了三個 所以他現在寫剩於7 應該是有限的 不過說實話 這套服裝我覺得跟另外一套比起來 這套還好 沒有那麼好看 可以包的緊緊的 什麼都看不到 就是沒有few up 好大家應該懂了 再來分享一下就是拉共血傷 不知道是不是更新後呢 就是地圖中隨機的任務啊 我發現有一個叫做靜面解密啊 之前我沒有看過 他主要就是要先開個機器啊 然後呢 透過反射的部分呢 讓這個鏡子呢 可以反射到每一面鏡子 然後最後呢 反射到最後面鏡子後呢 你就可以拿到寶箱獎勵啊 這個不確定是不是新增的 因為之前我沒看過啊 所以這邊也簡單分享一下 他的過法就是轉方向 然後呢 去讓那個鏡面呢 互相反射 反射到最後面鏡子後呢 你就可以過關了 然後每一面鏡子都要中 然後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有抽一個家具 竟然抽到這個展示我覺得還不錯 他可以增加 我的傷害增加1還增加2吧 不過也不錯啦 因為這個我覺得感覺上不好抽 竟然抽到了 滿感動的 這最近抽到我覺得滿開心的 好今天快速跟大家分享 新的重啟426號的更新內容啊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想法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不是等呢 還是不知道什麼都開放 官方沒有寫啊 開放的話呢 我也會第一時間跟大家講 那今天的遊戲介紹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拿鐵的影片 可以幫大家喜歡 請訂閱我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去分享這個遊戲的功率跟情報 也記得訂閱我YouTube主頻道 副頻道 玩具頻道哪個頻道 追蹤我的TwitchIG粉絲團 搜尋我不喝拿鐵就可以找我了 那我們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 我們下個遊戲見囉